2月9日消息 对于B站审核员工暮色沐昕去世仪式 B站官方艾特B-Bili-Bili弹幕网再度回应称 沉痛哀悼一个生命的逝去 在最新回应中 暮色沐昕去世后 相关沟通和善后工作一度面临混乱 2月7日 公司已经成立 由三位副总裁带队的专项小组奔赴武汉 慰问事者家属 并和家属沟通好了善后事宜 在回应中 B站还称因为暮色沐昕去世 对于审核工作提出质疑和意见 公司管理层反思后 提出将立刻开展 公司将用最大力度扩招审核人员和加强关注 审核员工健康的举措 具体来看 2022年B站将增加招聘审核员工1000人 人手增加可以有效降低人均工作压力 加强关注审核员工的身体健康方面 除常规体检外 院内将组织内容安全中心的全员进行加强体检 并增设全天候健康咨询室保证员工身心健康 二级市场上 B站港股也于近日跌至230港元 美股的历史新低 总市值跌破1000亿港元